面前这个program牵涉一个wild loop 它会做多少次呢?首先count等于0 然后只要count就是小过6都会执行 所以应该会做6次的 有几个变数?一个a等于1 b等于0 c暂时没有数值 当它执行的时候 c就等于a加b 所以1加0就会是1 print了一个c 接下来a等于b b等于c 看看结果是怎样 首先count是0 所以0小过6是对的 true 我就会执行 c第a加b 变成1 c出来 a等于b b是0 b等于c c最新资料等于1 再次count加加变成1 之后呢 count变成1 1小过6是true 所以它会执行 于是 照样c等于a加b 今次a是什么呢? a就是0 b就是1 所以加上就是1 再移位a等于b b等于c 第三次 第三次 第三次c就是a加b 最新的a就是1 而b是1 所以1加1 就是2 再移位a等于b等于c b 第三次 第三次 count小过6 对的 第四次 当我count等于5 的时候 5是小过6 这是最后一次 再移位a加b 按照做c a加b 所以c 就是等于前面的a加b 跟着 a等于b 等于之前的b b等于c c是8 所以输出的结果 就是1 1 2 3 5 前面的2加3 5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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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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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